老师讲好的表演哪怕你是没有声音 如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演 你就算听不到声音 或者说是这个喇叭坏了 你都会能感觉到他在演什么东西 他这场戏是在说什么东西 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三 我上表演课的这一天 然后我忘了今天是第几堂课了 无聊的我的表演课的Vlog又开始了 估计大家一看到这里就要关掉了 或者说看到我的标题就不进来了 但今天我想调整一下 我不想说一些那么无聊 几点钟我们现在路上塞车之类的 我要说说这次表演课对我带来的帮助和意义 我之前可能多多少少说过一点 但是可能没有说得很清楚 那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表演课 首先我从结果来说起到目前来说的结果 到目前来说表演课 这个表演课给我带来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而且收获非常大的 就是目前我没有 我做了两次audition的tape和以及是zone的audition 都是应用了就是很 我觉得是应用了这个上课学到的东西 然后我学到了在这个audition上面应用了 然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课真的是非常的有益 而且的话在最近的两次的这个上课的Vlog里面 你也能我估计你能感受到我的变化 就是我在讲起这个课程 每一次上完课过之后的那个感受 你能感受到我是很激动 或者说是真的是有东西可聊 那我要跟喜欢表演或对表演有兴趣的朋友 做演员的朋友 我非常推荐你们去上这个课 因为我上这个课是耽误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我之前大概一年多前我就准备去上课 但是一直犹豫 首先第一个 我想选一个比较近的学校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不知道上什么课 然后这些事情 这两件事情就使得我困扰了很久 然后也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事情 直到我演了十几部短片之后 我发现了遇到了严重的卡科瓶颈之后 我觉得我一定要上课 然后后来就是同样是我的朋友推荐 就是Marley他推荐我这个学校 当时我觉得特别远嘛 因为在Santa Monica 然后后来我最终还是去试了别的学校 跟进的学校 最后没有去上课 那具体原因以后我都在聊 然后接着我最后还不得不选择了 这个Santa Monica的学校那么远 然后去上了上了之后 基本上从第一二节课 我就已经觉得这个课对我帮助非常大 所以这个Maisner这个课程真的很值得 不管你有没有表演经验 我觉得都可以去上 特别是说你的第一堂第一次的表演课 我觉得我推荐你去上Maisner 非常有用 现在是8点50分 有点点塞 昨天晚上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 有聚过的一帮朋友又在聚了 然后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朋友 基本上都是导演 编剧 演员 音乐 做音乐的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又一起吃饭了 然后聊了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 就是我们希望是通过 大家聚一聚聊一聊 能够总结一下 就看看我们过去一年做了什么 然后分享一下 然后明年我们会能有什么更好的 期待或发展 但是其实这样的形式 就会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正式 没有不好玩 但整个晚上其实我们就瞎聊 但聊完之后 第二天半夜 他们有几位朋友就在网上分享说 通过昨晚的聚会聊天 然后给他们一些启发 然后启发了他们的创作 估计某一些话题聊到什么东西 让他们产生了某一些灵感 可能会在将来的编剧上面 作品上面或者说拍摄方面会 包括人之间就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然后让各自都相互认识的 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这种可能性 那在昨天吃饭的时候 我也感谢了一下 Marley给我介绍这个课程 真的是他强烈的建议上这个课 他没有说随便你去上哪个课 他就非常很确定的说 你去这个学校上这个课 对你特别有帮助 然后我就去上了 结果到目前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帮助很大 而且包括我同学当中 有二三十个同学嘛 有很多是很有经验的 就是你一见到他 你会觉得哇 我这都已经很成熟的演员 他那个也很自信 也各方面能力也很强 拍过很多片子 但他们都在上这个课 同时他们也一样 分享了他们的收获 就是在这个课程当中的收获 那今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上完课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 刚刚上完课 是重复上一节课的内容 不同的同学上去做 那个imagination的这个exercise 就是给我的感受 就是每个人的上台的这个表现 真的都如果直接录下来 都是一场戏 一个短片 就是我不夸张 确实有 就感觉那些 虽然是没有去写下来 编下来的 但是感觉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 都是没有废话 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都是在这个情感里面 就是那么的organic 就是都是那么的生动 所以我得再次的说 这个课的妙处 就是当然这个是让你去体会啊 就是说你现在能这么做的像 比演还好 但是如果我们就写了这样的一个剧本 让我们所有的同学去演的话 肯定就会有人演得好 演得不好 有人表现得好 有人表现得不好 这就那么奇怪 就是让你去真实的流露的话 真实的表达 你能做到就是像个真实的 而且能打动人的一个片段感情 但是如果真的是写出剧本来去演 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还有老师讲的 他说好的表演的话 就是哪怕你是没有声音的 哪怕你的喇叭 你看在看电视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演 你就算听不到声音 或者说是这个喇叭坏了 你都会能感觉到他在演什么东西 他这个这场戏在是在说什么东西 所以就是也很好玩 我们教室隔壁是另外一个教室 是另外一帮学生在做其他的一个 sing study之类的 就在演戏就是在两个sing partners 他们会相互的大叫啊 这样就是使得我们这边的话 有时候他们说的话 就是同学说的话 就是上台说的话 都听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去听 哪怕有时候听不清楚 但是他这个很到位的话 你说的很真的话 你都能感受到 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老师总结了一下 同学们在台上 就是在台上的一些 经典的一些词 都 那就是比编剧编出来都好 比如说有个同学 他是很恨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伤害过他 利用过他 所以他他其中有一个词 就是说 他说I want to delete you 就是我 我想把你给删除掉 对 就是这样的词 你都不知道是你怎么准备出来的 我感觉已经临近要我上台了 但我就还是感觉紧张 然后 但我又 使劲的让自己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去设想太多 去编这个故事 我要讲的故事 但是越这么想就越有点担心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会有点紧张 我再抬一下看 但是其实心里在想 到了我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说 虽然老师说了你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去表演 你不要去试图去把它变得很有趣 或者很动人 怎么样的 不要想那么多 也不要去表演 但是你还是会去想 这就是一个矛盾 还有一件事值得分享的 就是我昨天做了一个audition 这个角色的话 他在会上说很多话 特别上三页纸全是我的话 在以前的话 像这样的剧本 这么多的台词的话 我绝对是记不出来 我绝对会觉得背出来都是一个困惑的 但是因为上了这个课的话 我就很自然的就是一次两次就把它给全都记下来了 而且是不是那种背下来的 是那种就是应该是我说的 应该是这个角色说的话 所以昨天发出去之后 今天就得到了消息 他说导演选要我去演这个角色 所以就很开心 学到的用上了 然后还成功了